天佳万世 皆好永远 诶秉仲 是 你最近不是和那个宝宝梗吗 你会不会讲一下宝宝梗 就是宝宝 宝宝幸迷苦 但是宝宝不说 你知道那个吗 呃 其实那个梗我没有真的看过 但是因为在我们这个 对我没有真的看过 但是在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我们熟知的宝宝是另外一个宝宝 我不晓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宝宝 什么宝宝 呃就是那个黄逸娇的那个 黄逸娇的很多宝宝 你们听过黄逸娇吗 我知道黄逸娇 黄逸娇 因为黄逸娇先生他最近有整形 所以你们可能认不出来 但黄逸娇他是宋楚瑜 在选举前的时候 宋楚瑜不是有个中外记者会吗 站在旁边那个帅哥 就是黄逸娇 他以前更帅 现在因为整形了 有点跟以前长得不一样 黄逸娇是这个宋楚瑜做省长时候的 新闻发言人 那么各位要晓得 在过去九零年代 台湾省政府 那个是全台湾 除了总统以外呢 台湾省政府呢 就是很大的一个权力的一个机关了 所以当时有很多跑省府的记者 那么这些记者呢就会受到黄逸娇的眷顾 因为黄逸娇真的很帅 所以那时候就很多宝宝 他们都变成黄逸娇的宝宝 就是这样 所以各位所熟知的一些这个资深媒体人 那要把名字讲出来吗 反正里面有两个比较有名的宝宝 那么其中一个宝宝就是大陆朋友一定也认得了 就是那个张志峻我要问问题 张志峻问问题了 那个就是其中一个宝宝 那如果这样表演大家还看不懂的话 我可以再做另外一个表演 就是他刚刚那个是凶的嘛 那位宝宝他有时候也会哭 人家是为了通告费嘛 我们是小记者嘛 人家是媒体人 人家一出道就做联合报的采访主人 我们是为了通告费嘛 郭台铭 你是不是男人啊 就是那个宝宝 他是其中一个宝宝 就是那时候黄逸娇的一个女朋友 当然那时候黄逸娇劈腿 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宝宝 那么另外还有个宝宝也是自身媒体人 那我想就孤影其名了 他有个绰号叫西瓜琴 大家应该晓得是谁这样 那那个西瓜琴跟跟这个跟刚刚我演的这位宝宝呢 他们都是黄逸娇的宝宝 那黄逸娇呢他因为很厉害 就是他这个花花公子 所以他拥有很多女朋友 那么这些女朋友呢 他们都被黄逸娇用同样的车 载到同样的地点 吃同一家餐厅 最后送同样的九只九朵玫瑰花 所以他们都是同样的待遇 然后黄逸娇呢也不分辨他们是谁 所以呢通通都用宝宝来称呼 所以呢就发现那个黄逸娇的电话 就可能有很多个宝宝 然后这些宝宝他们都是同一家餐厅 然后都是同样的梗 就是都是拿九十九朵玫瑰花这样 那么后来那个西瓜琴他又结婚的时候 黄逸娇也送了他九十九朵玫瑰花 就祝福他这个走上他的幸福的路这样 那么这些宝宝们呢 他们之间就是也有些情节啦 这些就是大家去找啦 我们我们不是八卦 我们不是八卦节目就不多说了 总之呢在九零年代的时候 黄逸娇他的很多的宝宝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熟悉的宝宝是 是那些的宝宝就对了 哦 谢谢 所以你们你们要多去看 要多用功啊 人家做采访中心的主任的时候 你们还是小记者啊 这个小朋友竟然还说 我们不能说慰安妇是被迫的 不能说